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乃迪沙鲁大道发生严重车祸 一辆轿车疑似超车不碎 而与逆方向轿车迎面相撞 导致三人死亡 香港影帝梁朝伟在第八十届 威尼斯影展破班本届终身成就金师奖 成为首位获得有关殊荣的华裔演员 首相达德士阿诺经常举办对话活动 以接近更多人民 近期首相与青年对话会与安华友约 德莫阿诺首次走出国门 将在下个星期二本月五号 在印尼雅加达举行 他邀请大家包括大学生和年轻人参加 与他和印尼明星夫妻拉菲阿默和纳吉塔见面 首相将在本月五号至七号期间出访印尼 主要是出席在雅加达召开的第四十三届东盟峰会 他也趁这个机会在印尼举办与安华友约活动 首相表示除了大学生和在印尼的大马人 他也非常期待尽可能与更多印尼朋友们见面 阿诺在脸书发文邀请民众出席该对话会 活动将在当晚七点在Redtop酒店及会展中心举行 友谊出席者可通过网站 德姆安华.com登记 国政主席兼巫统主席达德水阿曼萨奇称请 普莱国会议席及新巴仁南州议席的选民 不要受不负责任人士的影响 已在九月九号不出来投票 他说被视为白色选民的巫统党员 需要抛开团协政府中的党派分析 给予政府候选人支持 国政主席兼巫统党员 也是副首相的他在双西阿邦出席活动后 这么表示 他也不希望此次补选的选民被反对党误导 他们试图以三二课题 也就是种族 宗教和往事来混淆人们 尤其是马来选民 为了让既旨教育与培训计划成为青年 尤其是郊区年轻一代的未来教育及职业选择 副首相Dr. Sri Amazahi指出 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通过乡村区域发展活动 宣导既既既教育与培训计划 也是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的Amazahi重申 既既既教育与培训计划不仅限于无益 而是开放让所有人申请 他也驳斥相关计划指示和学业成绩较落学生的说法 因为还有一言,较不可作为 努力的好处或是能够提升职员 但我相信 改变被KKDW的改变 是能够提升职员 通过二次的职员 除了职员 能够提升职员 阿玛扎希是在出席柔佛新班二南州选区的 技职教育与培训活动后这么表示 雪兰娥伊斯兰教理事会否认 曾指责伊斯兰党及该党主席 丹斯伊哈迪阿瓦宣扬数端教义 并谴责脸书账号阿玛书爱早前发布的贴文诽谤 遍地雪兰娥伊斯兰教理事会的形象 雪兰娥伊斯兰教理事会秘书阿玛扎希在早前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该贴文冒用雪兰娥伊斯兰教理事会之名 宣称伊斯兰党属异端教义 雪兰娥伊斯兰教理事会发现社交媒体账户上 发布的贴子内容不真实 并且包含诽谤成分 损害理事会作为雪兰娥宗教权威的倾向 她表示雪兰娥伊斯兰教理事会非常严肃对待此问题 并反对任何人任意利用理事会名义 谋取任何利益 当局将就此事对他们采取适当行动 国家元首斯达·Abdullar及元首后东国阿基扎 今天起展开婆罗州体院之旅 沙巴各地的人民都热烈期待元首抗力的到访 这对他们来说将是历史性的时刻 且有机会近距离目睹元首抗力的风采 我认为我感觉当 Agung会来到这些地方 我作为民族很高兴 很喜欢和高兴 因为他会来到这些地方 去运动这些地方 我非常感到地上 当我听听到聪明的领域 则是聪明的领域 我非常感到地上 在聪明的领域上 是聪明的领域上 聪明的领域 我们很感到地上 而感到地上 我们听到教师 和尔子的领域 选择去湾 最主要的 国家元首康里今天起至本月7号 在沙巴展开普罗洲体验之旅 并会见人民 车队将从陡湖出发 经过拿赌 山达根 特鲁碧 兰脑 亚币 兵南邦 和石碧丹 接着9号至13号 在沙拉月继续行程 期间将使用范婆大道 青年及体育部长杨巧双指出 该部正努力争取将体育训练费或成本 纳入2024年财政预算案 生活方式扣税名单内 他说 该部正向财政部申请 以允许个人花费的体育训练费或成本 可获税务减免 杨巧双表示 根据修正的1997年体育发展法令 只有购买运动器材的人 在明年财政年才能扣税 涉及103个体育项目 杨巧双是在为沙巴体育夜博览会开幕后这么指出 并表示鼓务力孩子从小参与体育训练 如果许多人使用体育训练服务 这将有助于运动员找到工作 进而发展体育产业 市乃迪沙鲁大道发生严重车祸 一辆第二国产 轿车疑似超车不遂 而与逆方向轿车迎面相撞 导致三人当场死亡 七人受到轻重伤 由于车祸现场是两条双向车道 车祸发生后引发严重车祸 许多民众也促请柔佛州务大臣 Dato Onhafiz 促州政府关注该大道的安全 包括增色路低或增加车道等等 这场车祸在昨天下午大约两点 在士乃迪沙鲁大道50公里处发生 哥打丁与警局主任呼信发文告指出 涉及车祸的共有三辆轿车 分别是第二国产Bezza轿车 福士伟根轿车 及丰田伊诺轿车 他说第二国产Bezza轿车 由一名20岁本地男子驾驶 当时车内载有三名乘客 福士伟根轿车司机是50岁男子 车上载有两名乘客 丰田伊诺轿车的司机是51岁男子 车内载有三名乘客 他指出 Bezza轿车事发时 从迪沙鲁方向开往试乃方向 相信是要超越前方轿车时 而与福士伟根轿车 及丰田伊诺轿车相撞 呼现表示 车祸导致Bezza轿车的20岁司机 及两名19岁巴珠巴霞学院生 当场重伤不治 而19岁后座乘客则伤重 已经被送往紧急部红区治疗 其他车祸伤者 已送往新山苏丹伊斯曼医院 接受治疗 他说 警方将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 第41条一款条文 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 展开调查 陆路交通局透露 全国的死亡车祸投报 以摩托歧视居高 高达70% 因此 当局将在全国展开 危机一个月的特别取地 违规摩托行动 教育道路使用者 小心驾驶 达到罗曼说 根据数据 从今年1月至5月 当局在全国各地 接获的车祸投报 有上升趋势 共有2672人混沌公路 其中 70%是摩托歧视 和后座乘客 因此 当局在昨天至本月30号 在全国各地展开 为期一个月的取地违规 摩托特别行动 当局在昨天 分别在数个地点展开取地 包括雪兰娥沙安南 塞城 巴达林在野和书邦在野 他说 当局在行动中 检查1302辆摩托 并充公205辆违规摩托 同时也开出 642张各种违规法单 包括无驾驶执照 为了降低抽货率 当局将展开取地 教育道路使用者 遵守交通规则 尤其是摩托骑士和后座乘客 必须改变闯红灯 飙摩托和疏忽驶入路口的坏习惯 罗曼也促起摩托骑士 不要超速 紧贴前方交通工具 逆向行驶等 避免酿发车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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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一岁香港影帝梁朝伟昨天出席第八十届威尼斯影展获颁本届终身成就金石奖成为首位获得有关殊荣的华裔演员 与梁朝伟合作设计的导演李安单任影演员时表示 梁朝伟获得那么多奖项当之无愧 因为任何电影都可以透过他的表演得到提升 并称梁朝伟是身为移民导演的梦想 他的一个眼神比很多演员的独白说得更多 其实我认为这是我的废话 我认为这种认识的节目 我从1989年有长的相关 我永远要一个红红红红 我终于能够得到自己 我并不需要分享任何人 梁朝伟也被李安的隐言弄哭 在台上忍不住擦眼泪 并感谢莱茲里安那么受人尊敬的导演的美好赞扬 他同时也感性地说 演戏是他抒发感情的一个方法 演戏是他抒发感情的一个方法 我一直以为我拒絕所有的感觉 我并不展示所有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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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并不展示所有的人 我并不愧在他面前面 因为他们并不懂我 他们认为我演戏 他并不知自己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演戏 但是这需要很多预料 梁朝伟也提到 过去受到许多导演的启发 包括导演侯孝贤 陈英雄 李安 王家卫等 梁朝伟过去曾主演三部 获得金师奖的电影 包含侯孝贤《悲情城市》 法际越南裔导演陈英雄 《三轮车夫》 以及李安指导的《色戒》 除了梁朝伟 意大利导演莉莉·安娜卡瓦尼 也同时获得此殊荣 此外 过去曾获得威尼斯影展 终身成就奖的华裔 包含导演吴宇森和许安华 因此梁朝伟是首位 获得该奖的演员 超翔台风苏拉 本月一号吹袭中国大陆 广东和香港 导致当地街头出现狂风暴雨 日前苏拉已经减弱为台风 香港天文台昨天表示 将10号风球降至8号风球 并预料至少维持至中午 和我们在一起 我刚才看到这箭子在阵子 也有点害怕太阻碍 不过它的波子会乖 垫开 看到今天曾经知道 也有点害怕他们 她可能会捉我自己 真的害怕海旁 所以这次都很迎风 整个街上也会觉得了 有点煞车 据香港天文台昨天上午发出的热带气旋警报 台风苏拉集结在香港西南偏西约170公里 继续远离香港 不过依旧影响珠江口一带 多处依然受裂风影响 无论如何天文台警告市民远离岸边 不要进行水上活动 针对中国发布二零二三年版标准地图引发争议 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表示 美国会持续反对中方错误的海事声索 这张地图无法改变政策 这不只是在地图上划线 这是北京在胁迫邻国 引起美国在印代区域部分盟友 至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可能缺席本月将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G20峰会 科比说中方还没有正式宣布 美国的立场是希望习近平参加 G20是重要的国际论坛 今年峰会会聚消在促进全国经济合作 自然有中国的角色 中国公布的最新地图标注的石段线 覆盖了90%的南中国海域 与多个东南亚国家的部分专属经济区重叠 也纳入台湾 钓鱼岛 以及中印边界的针域区域 此举引发印度 马来西亚 印尼 台湾 越南与菲律宾的抗议 科比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表示 美国一贯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错失的海事声索 这让地图并未改变政策 并指这不只是中国在地图上画的线 这是关乎中国的胁迫行为 这是中国在胁迫邻国 以及各国在印太区域的部分盟友与伙伴 意图遂行其错误的海事声索 位于卢旺达西北部的火山国家公园 有着壮丽山脉的陡峭山坡 这里也是稀有山地大猩猩的家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钻士阿祖莱 前往该国家公园 看望这群山地大猩猩 人们担心卢旺达和刚果 民主共和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可能会让大猩猩面临危险 本月一号 阿祖莱和官员参加了 该国家公园23只 新生大猩猩的命名仪式 这群山地大猩猩 属于濒临绝种动物 而卢旺达火山国家公园 和刚果民主共和国 维隆家国家公园 和乌干达母家新家 大猩猩国家公园接壤 这群山地大猩猩的 都会合适合 依旧是许多非洲世界遗产地 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宣布参选 2024年总统后 市场关注他是否会辞去 鸿海董事的职位 鸿海集团日前发布声明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先生 因个人因素辞任该公司董事一职 并指该公司一职以提升公司治理为目标 因此在本届董事会九席董事当中 已经有过半数五席的独立董事 所以郭创办人辞任董事后 并无需要立即补选董事 外界认为此举显示郭台铭独立参选的决心 同时也为主流民意大联盟 企图成功整合侯友艺与柯文哲增添新的变数 该声明指出 鸿海集团一直致力于提升公司治理 已有过半独立董事 由于公司已经具备足够的独立董事 因此郭台铭辞去董事职位后 无需立即选举新的董事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郭台铭创立了鸿海集团 但在四年前正式交办给专业经理人 将公司的经营交给现任董事长刘洋伟负责 他在过去的四年里为参与公司的日常管理 强调他将专注参选总统 鸿海集团也表示 公司治理方面已取得很大进展 包括经营独立性和多元化 该集团强调不会参与政治活动 但会致力于推动永续经营 让鸿海可以长期发展 鸿海强调公司的使命是提供 能够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产品 并在未来50年中继续创新和改善 郭台铭的参选宣言引起了广泛关注 他的政治决定将为台湾政治局势 带来新的变化 与此同时 鸿海将继续致力于其全球业务 和永续发展 不会受到政治变数的干扰 近日 日本发生了多起集体食物中毒事件 导致超过120人出现身体不适 其中一人不幸死亡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日本石川县金帆丁的一家餐厅 在8月11号至12号期间 发生了一起集体食物中毒事件 共有93人受到影响 出现了腹痛 腹泻 发热等症状 石川县中央保健所的调查结果显示 这家餐厅制作流水面时 食用的泉水中检测到了沙门市郡 值得注意的是 这家餐厅在当地遭遇大雨后 没有进行每年疑似的水质检测 却直接开门营业 可能导致了水质问题 不久前 日本河戈山县白冰丁的一家餐厅 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在吃完该餐厅提供的便当后 共有32人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 其中一人不幸死亡 有关部门在多名受害者的体内 检测出了沙门市郡 因此断定该餐厅的便当 是导致食客食物中毒的原因 有华语流行音乐教父和百万制作人 支撑的李宗盛 在睽違九年之后 终于在昨晚再度重返 云顶云星剧场开唱 已久违的马来西亚歌迷 复语唱《老朋友之约》 新闻的最后 我们来听听他为大家带来的 寂寞奶奶歌曲 我是黄文柔 感谢收看 Salamu alayshia madani 再会 也是黄文柔 感谢支持我们 Aww 要干吗说 Mend想列 未來愛情是只要與未來時光不在 時光不在 學生的悼日俗子 學生的悼日俗 學生的悼日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